今天是3月29号 A股已经收盘了 低开高走 A股再次出现了一个反弹行情 黄金油气这些方向出现大涨 就是我们说周期股大涨 那周期股的大涨能持续吗 还有除了周期股之外 汽车方向表现也很强势 尤其是小米汽车来了 那相关板块再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栋 那到底能不能追呢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最为关注的科技方向 汽车方向 能不能去参与呢 因为有人跟我说这些方向涨了很高了 我就是怕了 但是你怕了 你不敢去了 他偏偏涨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 市场是所谓一个震荡的行情 尾盘加速推升 以后上阵指数涨了30个点 整体来说市场是比较活跃的 或者说是比较强势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反弹有没有机会持续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没有出现重磅的利空情况下 将延续这种反弹的行情 震荡的行情 那大家都知道 这几天的一个调整 这几天杀跌 原因就在于高层的博弈 就是比如说村里和这个什么 券商一哥的博弈 导致我们的股民成为受伤的韭菜 那随着这个事件慢慢的淡化 慢慢的一些变成的一个现实 A股再次迎来了反击的行情 这种情况下 我前面跟大家讲 不要纠结 不要担心 A股大概率在走震荡 冲高了 到高位了 我们就减点仓杀到低位了杀到第一个附近了 我们去做个什么 做一个跟踪就行了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回到这个盘面 今天A股 所以说涨幅不是特别大 是尾盘突然拉起来的 尾盘就是大盘在往上勾 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特点 那就是 题材权重 几乎是权限反弹 从收盘的情况也可以发现端倪 收盘我们可以发现上证涨了30个点 整个的创业板涨幅也是0.63都还不错 我们今天的盘面有70多个票 仍然属于涨停的 当然有70多个票涨停的 同样有10多个票 属于跌停的 也是属于分化行情比较厉害的 3000多家票上涨 1000多家票下跌 这个盘面下看起来还是非常之是吧 贝塔是健康的 但是省业赚了钱 难度数比较大的 为什么 一个是板块轮动 另外一个今天上涨 完全是由周期股主导的石油黄金暴涨所引导的 如果石油黄金不暴涨的话 今天大盘想要稳住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品种让人非常失望 比如说大金融方向确实是让人失望 那么这些行业怎么看呢 我们现在来进入板块的分析 权动方向我们今天重点来谈一下 证券石油黄金 那一说起证券 很多人就有疑问 哎呀 这个证券真的是垃圾啊 对不对 但是不得不说 证券板块今天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异动 这里有护盘的动作 大家看一下 找盘一路想下压 对出去护盘了 出去反弹了 尾盘几乎是创了新高 那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证券 你就不要纠结了 这个位置证券你还怕 那你干脆就不用去了 对不对 中长期它就是一个底 只要填伏 只要低息 问题都不大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然今天重点不在证券 今天重点在哪里呢 在核心品种里面的周期股 比如说石油黄金中字头这一块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中字头明显的比什么 比其他板块强 这种时候是涨了两个多点 所以这是今天的权重板块的核心 好 它之所以上涨 如果根源于比如说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这些上涨有很多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核心还是在金属加石油这一块 尤其是黄金概念这段时间表现很强 那么为什么黄金概念会很强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对不对 黄金价格的上涨 黄金价格创了新高 是不是创新高的状态下 所以股价也是往上标 这个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相同的策略 这几年的煤炭石油价格上涨 所以相关股价也会上涨 黄金价格上涨 那么带动相关板块上涨 后期的话会不会带动其他行业来 比如说铜心这些方向来 我觉得大家后期还是要注意 如果说这些方向有低点 有调整的话 还是可以去博一可以跟踪 包括一些没有涨的 比如说像稀土泳池等相关板块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跟踪 你还进行的话 如果说它位置表低的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博一下 因为这个方向空间潜力更大 为什么呢 系统泳池方向是我们具有优势的一些行业 对不对 那随着黄金其他贵金属上涨的话 他们可能或潜力会比较大 就是它的价格的幅度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相关的一些核心票 人气票 尤其是近期在低位的 反而更加值得潜伏 你比如说 对吧 你去现在去追高高 赞上了黄金干联股 还不去找低位的一些涨幅 比较小的一些系统泳池相关板块个股 去做个潜伏更好 大家觉得行不行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大家要注意的 好了 今天除了这个贵金属之外 你像石油对不对 也是一个市场重景 石油板块今天是表现非常强劲 可以说是用暴涨来形容 也不为过 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是油价上涨 这油价为什么上涨 这个大家心里都清楚 大家心里都明白 什么原因 这个战争的影响 所以战争没有结束 这个石油很难 什么出现比较大的下滑 世界油价还是属于一个相对的高位 那比如说中国石油 你看今天再次出现一个什么大涨 暴涨 涨幅是比较大的 涨幅是接近的7个点 爆量上涨 那这种怎么看 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有一种加速的一个状态 从前期的走速 我跟大家讲过 这种是从什么影响 受油价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它在油价维持稳定的情况下 有低点 撒到强制称位 我们可以怎么样 做跟踪就好了 做潜伏就好了 只要你不追高问题都不大 如果你想想对吧 在这个位置追高了 这一段时间调整也是非常难受的 你在调整过程中 我过去很多都忍不住 很多人都顶不住 直接就什么 直接就割掉了 那你割掉这里就大涨了 而且我们通过 今天在中国石油上涨的话 发现一个特点 中国石油的价格 几乎是创了近 8年的新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就是说 大底已经突破了 它其实已经突破了 2014年 2015年 高位后的一个新高 对不对 所以它是奔的2014 2015年 那个新高去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说明了它的行情 是属于一个什么 多头流逝的加速行情 如果说国际石油价格继续上涨的话 它还会延续这种上升的走势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纠结的 跟当下的现货价格影响比较大 我们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好 我刚刚讲了 石油也好 环境也好 近期涨的比较大 很多人说 怕了 涨这么高了 我不敢去 我刚刚讲了 比如说相关产业新铜 包括西铜泳池 我觉得位置表低的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 这个是不得不提醒大家的 涨价集材历来就比较强势 好 那这一块是今天市场主角 除了这些之外 其他板块就表现一般了 像什么贸易 景点旅游 什么其他板块 只能说像什么 正常的反弹来形容 当然后排的话 也有一些票 有些板块跌幅比较多 你像短期游戏 还有传媒 我觉得这些 也是属于正常的调整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没有必要纠结的 只要你不去高位去抵 不要去高位去追 问题都不大 这里大家还是要注意 市场真正的核心还是在 主线品种 那么一说起主线品种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主线品种就是什么 就是科技加汽车 你看今天上涨的 今天涨停比较多的 华为概念涨了一点多 但是仍然17个票涨停 对不对 好 军工方向 你看今天是15个票涨停 军工是我在这几天重点讲的 在周末就跟他讲过 一定要重视军工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过 周末出了一个什么 出了一个大事 对不对 俄罗斯的一个恐怖 恐怖袭击的事件 那么对军工板块的影响非常大 很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机会 大概这一个星期的军工表现 是不是很强势 还有就是汽车话 汽车毫无疑问 这里是天天讲天天讲 告诉大家 他就是主线 一定要跟紧 一定要咬住了 顺利保护好这几个细节 我相信大家是能够赚了钱的 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这是要注意的 好 回到盘面 回到盘面 今天挨股有几十个票涨停 但同样有几十个票 有十几个票跌停 这里我给大家提个醒 从今天涨停的票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几乎是什么 连板票 高位票 腰轴 这里再次的给大家提个醒 市场 虽然说有那么多票涨停 但是追高风险让人很大 也就是说 大家都有一种情绪恐高 涨了一涨了几个点 涨了几个板以后 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追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一旦你追错了 风险是比较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 行情看起来不错 但是大家很难赚钱 说白就是持续性 不是特别的好 再看一下后排 大家看后排的话 今天有很多票大跌的 很多票跌停的 那你看 这些大跌的 对吧 胜大 这种票的话 你如果在高位去追进去的 我估计现在非常之后悔 非常之难受 不仅仅是它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 包括你看像零科生物 这个几乎是从涨停板到跌停板 对吧 这就是一个天地板 那里在高位追进去的 这不是很惨 哎 这里再次来提醒大家 就是在高位的时候 它出现什么一只板 这时候 不要盲目的去顶 还有很多像镜头发展 镜头发展 昨天是晋级5板 从5板下来的 对不对 今天直接又是一个电天板 如果你在昨天的 你看 昨天涨停板进去的 昨天一个大跌 今天再来一个什么 再来一个电天板 二十几个点 至少就没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比如看它涨了 就直接追 其实很多时候 涨就是为了让大家接盘 涨就是为了让大家站稿 对不对 这种票 你看也是一样的 今天早上是吧 冲高 快速冲高 但是下来了 早上是冲到涨停板的情况下 你在高位追进去的 我国际今天也是腿要拍肿了 提醒了很多次 市场近期很火 很热 但是做追高并不好做 容易被核按钮 所以我们就咬住核心品种 做一个轮动就好 汽车也好 科技也好 包括其他的一些热点板块也好 就是做一个核心品种的轮动就行 潜伏就好了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